每周日晚21点06分 吉林卫视推出的高手在民间 是一道大型民间才艺竞技类节目 我们一起看看本期的精彩内容 这次请了一个达人 他是做抖杠的 抖杠这个项目呢 其实他是俄罗斯那边 传过来一个高空表演项目 在中国这边就是还很少 大家会觉得这种高空项目 可能会比较难上手吧 然后今天请过来这几个小伙子 他们平均年龄也就是二来岁 这都就是九年后了 然后这些孩子 他们去尝试了这个抖杠棒 我们自己觉得就是非常厉害 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高手嘛 我这一次彩排就是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地交什么的都是新贴的 其实就是举个最大的问题 怕滑 然后对于这种高空项目来说 地滑非常可怕 因为如果下边的那个街的人一失手 那上面的人就摔下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当然克服了很久 他们自己也帮我们鞋磨水啊 然后我们这边让我们老师拖地啊 然后最后我们才把这次彩排完美的弄上 在前来抱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 在这儿在这儿 对对对对 这边就行 好的很了 你机位确实是在这边没有错 那我们就最后在这儿 我们会有三个部分 最开始呢 肯定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表演 然后中间呢 会邀请我们的观察团来试一下 就是这个抖杠上边 其实它是个怎样的风景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挑战 然后会有一个后空翻 这么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来 我们请大伟和江明学习一下 放在什么位置啊 放哪儿呢 真够沉的 这里还要站他 其实对熊熊来说他也有难度 他要站上去 而且要站起来 你俩是不是要蹲一下 他才能上去 兄弟们 扛让了 我觉得我们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你轻点行吗 然后去赶紧让他下去吧 我现在很紧张啊 来 下边两位往上骑 往上骑 往上骑 那骑不得了 哎呦 我的妈呀 我全都赖你们了 这一次呢 我们邀请了一个就是做套圈的一个达人 他非常厉害 因为招号元旦了嘛 然后所以我们也想要做一个关于元旦的这么一个专系 套圈嘛 大家都经常会在庙会夜市啊 然后去玩这个事情 但是你想要套中一个 他其实是有手法的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老师就非常厉害 比如说 让我不会套圈的话 你得教我自己套圈 那行 这简单 理论行 实践的话 就什么教练呢 明天上场的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教练 你就教练 我第一个上场 第一个上场 第一个上场 第一个上场的第一个人教练 我就白了 是吧 没事 教不了练 教不了练 老师先别拍了 我现在跳不肤 这个老师会有一点就不靠谱的那种感觉 让你觉得 所以就是他在彩排的过程当中多次会让我觉得 完了完了我可能要翻车了 明天我们都录制完了 我是不是又要有什么问题了 我感觉我自己被自己的双眼欺骗了 然后后来他认真起来之后 我发现就是确实还是蛮强的 就是可能做不到我们所谓的百发百中 但是二分之一的几率觉得什么问题 就是跟着他出去套娃娃 你就想吧 那一摊可能都是你的了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这还只都是一小小部分 我们有一个最终极的就是让他去套大鹅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动物是什么 非常难套的 鹅呢 那更是 就是大家 鹅喜欢抱团嘛 然后你有危险性的时候 我一定会是后背冲给你 所以这个老师就要刺激行动 然后等着说这个鹅什么时候转过来 然后我再套着 这个鹅会请到现场吗 鹅是不会请到现场 因为确实我们现场也不太好管理嘛 所以这个我们会拉到第二下 我们去外拍 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们就套小马吧 小马 独角兽 那是独角兽 这一份超级好 然后现在在我面前 居然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来做什么 我们去外拍 走 小朋友 我想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锦薇 从哪里来的 哪个学校的 从七零四万科学校 你好 你好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来表演节目 表演什么节目 表演一个 我们少年中国说 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之前有没有过 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时候表演的情况 有 有吧 那你现在冷不冷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现在已经有零下二十多度了 还可以 还可以 没那么冷是不是 对 那终于表演成功 加油 加油 来 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万科成学院小学的一名老师 我是五年二月班的班主任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这是带了自己的班的从学来的 是的 那有多少人 我们班有三十个孩子 这都是在你的带领下 是不是 是的 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活动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感觉怎么样 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开心 其实外面特别冷的 之前有没有怎么嘱咐孩子 让他们准备准备 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热水 拿孩子的暖保 好 热期我们都准备得很充分的 准备得很好 是的 那祝你们演出成功 新年快乐 加油 你好 你今天几岁了 我今天十岁了 十岁了 这天有没有过参加这样的表演的情况 没有 没有 那现在感觉怎么样 特别激动 为啥激动 因为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有没有觉得有点冷 是有点冷 那你有没有准备什么措施 准备冷 先点就是天真那种热天的 今天热天的是吗 行 那一会表演要加油了 好 终于晓一晨 好 全场人一晨 好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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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咱们来鼓掌 刚才是鼓掌 这一次咱们是全场鼓掌 鼓掌的同志 对掌继续 来 好 好不好 好 所有大家 咱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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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这个晚会当中负责哪一部分的工作 我们这个晚会 因为它是非常特殊 我们在现场每一天录制的时候 大概要有三千到四千左右的群众演员 或者是说叫我们的观众 然后一起在现场来做狂欢 所以我要带着所有的 这个基本上是最大的一次 演员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的这样的录制 就是我们所有演员观众的总指挥官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差不多吧 导游 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挺有难度的 毕竟人多 而且天气特别冷 怎么办 冷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讲 其实还好 然后我们卫视在前些年的时候 其实也经常会操作就是这种大型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东北亚车磨大赛 什么的 我们在这个汽车公园里边 也是几千人的这样的录制 所以我是觉得经验咱们肯定是有 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导演组为了这次的 这个特别环境的录制 我们做了特别缜密的这样的安排 就是我们在录制之前的时候 有一个协调会 这其中就包括这三四千人的群众演员 他们的来源 有各个高校的 有一些小学的 或者是青少年的这种体育的爱好者 也有一些是体校的就是学生 所有他们的这些参演员员 都会有一个带队的负责人 然后我们跟这个负责人都学校好 什么时间在哪里休息 几点的时候上 几点的时候排练 几点的时候实录 只要沟通好的话 其实我觉得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效果也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尽量会减少大家在外面挨动的时间 是吗 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晚会 其实最值得期待的还是 这是东北的这个冬天录制 其实节目大家很常见 但是晚上录制的时候 又是这么冷的 零下二十多多的天气 它其实难度增加的是双倍的 尤其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可能也不在市里 我们在这个滑雪场 对 可能有山什么的更冷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晚上录节目的话 大家是如果在镜头里面 看不到五颜六色的光的话 那这台节目会非常难看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们特地把整个的这个雪道 虽然有夜华的这个场地 但是场地之外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都用灯光和一些高清的投影 都被它铺满了 这样的话看起来的时候呢 就有这种雪地狂欢的感觉 那我其实看到咱们这次选的这个 我们的演员观众 他们还都很年轻是不是 然后就学生啊什么的 朝夕蓬勃的那个感觉 这个在选择的时候 是做出了一些计划吗 我觉得它其实是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东北有这个条件 就是在没有三亿人上冰雪和青少年上冰雪的 在这两个提议之前的时候 其实咱们东北的孩子冬天的时候 都喜欢在外面玩 打雪仗也好呀 然后是在那个冰爬里也好 雪圈也好呀 甚至是滑雪和滑冰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用他们来这个参加的话 第一是肯定画面是最好看的 第二是我们这些孩子 也他们都特别喜欢在冰雪上来玩 2020来玩雪 因为是2021人 在这些节目的现场 欢迎各位 来 来 现在在我身边的 就是我们本场舞后的主持人 给大家打个声 哈啰 大家好 怎么样 好嗨呀 这是我第一次 现在沉浸下来一点 还是是我第一次来滑雪场 太冷了是不是 但是就是对 就是可能做蹦一蹦就好了 因为我俩都南方人 我们俩第一次在林下 将近30度的 对 而且我今天穿得很厚 场地来录制节目 我从没穿过这么多 但是到现场 大家气氛飞上好 一下就点燃 感觉不那么冷了 对 我做做这个 这个不能拍 因为实在是太冷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状态 因为是不是嘴巴会有点激浆的感觉 其实还可以 因为我今天穿太多了 我里面穿了一个羽绒裤 然后还穿了一条超厚羊绒裤 这两位是我们平时 今天卫视穿的最少的主持人 对 今天会保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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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一下 祝主持人别动 好 你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快继续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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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来准备 3 2 1 掌声 好 今天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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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那现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这次 射线哥哥了 哥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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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坏了吧 还行 有点凉 其实我们刚才看不出来 因为他们武装得很严 看不出来是谁 我看你这个口罩里面还贴了雕刻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一直处于挺凉状态 然后这一块位置都已经被划破了 所以说我们贴上以后可能会防寒一点 这太辛苦了 需要在这戴多少天 还要在四天 还要在四天 每天都要在这种环境下工作 差不多 今天观众比较热情 入度都会比较多一点 是 那就像比如说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你和机器都需要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 对 我大概录制40分钟左右吧 人和机器都会需要休息一下 尤其脚受不了 脚受不了 脚受不了 身上还好 脚受不了的 我看机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情况 对 机器有 它有防寒意 然后一定要把它穿上 因为带着它的时候会工作不方便 但是工作时间长的话 机器还受不了 所以它也需要防寒 就要去 呃 就是让它暖一暖 那就像这样的一个晚会 它在机位啊 布置方面 我们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 呃 因为这场晚会 我们大概 呃 信道机十六台 然后还有 大概有 有两个那个 航拍机 嗯 然后还有 两个高速机 然后还有外边开 那观众的一些邮寄 加一起大概是二六台的一个吧 哦 二六台 对 二六台 然后因为观众比较多嘛 所以说想呈现更好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会 安排好多的 机内还会有调整 嗯 比如现在录制车的话 呃 原本上录那个观众的机位 他就会撤到下面去录制车 哦 对对 所以说 现在还需要来回跑 对对对 所以说机位 呃 机位需要调整 然后一些技术老师也很辛苦 他们需要把机位 附线重新布置 哦 哦 对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的工作都很不容易 很辛苦啊 希望你们俊敬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拜拜 是不是看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 这么多的花絮 也非常期待我们的晚会呢 那就锁定我们的吉林卫视吧 好啦 今天行动时分就是这样 我是孟猛 我们下期再见咯 two 1 3 6